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了 我们终于把服务器的这个接口都写完了 现在我们可以正式的来使用我们自己编写的这样一个服务器的API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做一个小项目也是需要很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投入 因为我们这个客户端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都是真实的 都是通过调用我们服务器的API而获取到的 如果我们不讲这个服务器的API的话 那么你的小程序里面的这个数据 就只能去做一些模拟的假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这个是不太好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先把所有的API都给编写完了 这样可以实时的真实的从服务器来加载数据 那么关于我们小程序这块 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重点要学什么 希望大家把这个关注点要启动到我们的这个点上 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学到更多 第一个要重点学习的 如何处理服务器传递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服务器提供的是一个标准的API 我们写完了之后这个数据 客户端如何处理这个是有很多经验和机场 那么这个是大家要学习的地方 第二个要学习的就是小程序的这样的一些API的一些灵活的应用 也就是说小程序提供给了我们很多个这样的API 那么我们如何结合我们的业务 把这些小程序的API进行一个灵活的应用 这是第二个我们要重点学习的 好第三个 我在之前的微信小程序的入门课程里面 把基础知识都长得非常的详细和透彻了 但是放到我们的完整的一个全站真实的应用里面 我希望大家更多的是从这样的一个实战和实践的角度 再重新把小程序理解一遍 这个理论知识 它和我们真实放到真实项目里面来编写代码应用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去做这个全站课程的时候 我没有图方便 把我们之前的这个入门课程里面的这个案例 来扩展一个服务器端 而是重新的又从服务器到这个客户端 又立了一个新的项目 这是因为我想做一个比较贴近于真实项目应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所以说我选的是这样的一个电商的小型电商的一个平台 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完整的电商 完整的电商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小的电商平台里面 取一反三 可以学到很多的内容 而且实战性也是非常强的 好 那么最后一点比较重要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体会一下 我们再次从小程序这一段再来体会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前后端分离 有些概念老师讲是一个方面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让大家去体会一下 所以说我把这个前后端分离 这个概念再次提出来 大家在这个编写小程序代码的过程中可以抓住我们的这个主题点再来体会一下 重点还是体会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前后端分离的方式和我们平常去做这个外部网站有什么区别 好 等我们把我们的小程序编写完成之后 大家就可以体会到我们的服务器的API编写是非常的灵活和强大的 我之前跟大家强调过了 我们服务器的API是通用的 绝对不仅仅是说只能对接这样一个小程序 你把这个小程序里面的业务在IOS和安卓上面再实现一遍 实现一遍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是客户端不同 但是服务器是标准的 它可以适配于不同的客户端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套架构最大的一个特点 好 那么关于小程序的这样的一个开场的介绍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刚刚说了说的这几点还是有必要和大家来讲一下 好 后面关于这方面的我们就少提 我们主要经历就是来写代码写代码写代码 好 我们的写代码从第一步新建这个项目文件夹开始 由于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前后端分离 所以说这个小程序你随意在任何一个位置去创建一个文件夹 都可以 我们随意在一个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项目的文件夹 我们把这个文件夹启迷在标准 我们小程序项目的名称 好 那么我现在打开的小程序项目 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小程序部分要完整实现的一个项目的势力 所有的功能我们都会一一的来实现 这个大家不要着急 我们一个个的把它给写好 好 我们把这个项目给关闭掉 我们自己来写这个项目 我之前的这个势力项目是叫Protos 所以说我把它给删了 注意 如果你有一个项目叫Protos 那么你新建的项目是不能和之前的项目重名 所以说我们把它给删掉了 这个删掉不是说把代码给删掉了 只是说把这个小程序工具里面的工程给删掉了 好 然后我们点添加项目 添加项目的第一个要填入你所申请的小程序账号的APPID 现在个人开发者是可以申请的 大家自己去申请 然后把APPID填写在这里 好 项目名称我们叫做Protos 好 然后这个项目的目录 选择什么 选择我们刚刚新建的文件夹 找到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刚刚新建的文件夹 我们新建Protos 然后点击确定 好 在当前目录中创建QuibStorm的项目 这个我们就不创建 因为这个是官方的一个种子项目 视力项目我们把这个勾给去掉 好 然后这个APPID我这里就不填写了 大家把自己的APPID填写到这里 填写到这里之后点一下添加项目 好 然后点击添加项目之后 就会打开一个空白的工程 现在我们由于没有选择勾选QuibStorm 所以说所有的文件都没有 那么很多同学在新建的时候 新建空白项目的时候都会提示 这个未找到APP.接生文件 或者文件读取失败这样的一个错误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这里什么文件都没有 对不对 好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小程序 所以说这个开发者的工具 可能不知道在哪里下载 我们快速的说一下 百度搜索里面搜索微信小程序 然后这里有一个简易教程小程序打开 简易教程小程序里面有一个工具 然后工具的左侧这里有下载 点一下这个下载 好 这里有最新的版本是多少多少 你根据你自己的操作系统 Windows64 32还是Mac 来下载对应的版本 然后它就是一个安装包 安装很简单 就是直接下一步下一步 就可以把这个工具给安装好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开始 我们逐步的来完成我们的Protos效能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